北安國家公園 就是我拍照都不小心 把手指頭拍進去了 那這個國家公園其實 基本上也是峽谷 但是對我來講就是 只要能走出大峽谷 對我來講就是一個蠻特別的經驗 而且這輩子可能就不會去了 這輩子可能只去一次 要不然是你以後可能要自己開車來自 等等的 就沒有機會可以再來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還在裡面搭帳棚錄音 然後就是來拍照一下這樣子 然後還有去另外一個 這個超美這個叫做Brice 它是 中文叫布萊斯國家公園 它其實就像一個仙境一樣 你可以看後面那些 就是一些 石頭 就是其實這個景象就跟 大峽谷非常的不一樣 然後 就是你去了會覺得 哇塞怎麼會世界上有這種地方跟 仙境一樣 就會覺得 來這一次好像真的還蠻值得的 然後還有這個 好像有某些明信片會看到 就是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有一天 我會來這個地方 其實是親眼看見 我現在想起來都覺得 有點不可思議 好 再來就是 來大峽谷布hiking要幹嘛 hiking對我來講 是 我選擇大峽谷的原因之一 就是我超熱愛大自然 然後 有時候散步的時候 我們沒事吃晚飯 就說我們去hike一下 我們的hike不是那種一般的hike 我們是hiking的hike 就會去走走 就是那種那種午後散步 就是我們的日常生活 可能是遊客的一些特別的經驗 就會這樣 所以我大概休假的話 沒事就會去 小小的去hike一下 然後我到處走 就是我幾乎是把 國家公園裡面的 每個經驗都走過 就是趁我休假有空的時候 這個是有一次我跟朋友去 就是已經到大概大峽谷中間 的部分 就會覺得說啊 怎麼拍都是明信片 就會 後來回憶的時候 就真的想像不到 那個時候自己怎麼 怎麼辦到 就是大概凌晨三點多 就起床 然後搭shuttle 然後從上面走到下面 這樣子 就台灣根本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啊 就是做夢才會發生 那接下來我要講就是 我在離開之前 做過的最後一次最大的hiking 就是我要從峽谷的最上面 到最下面 就是最下面是所謂 我剛剛講的 科拉多河的底段 河本人 對 所以 剛好我們店裡 都是有賣一些錄影用具等等 然後我們租又不用錢 所以我就去租了 租了這些以下的裝備 就是 鞋子啊 然後 那個背包 登山帳 跟 我租了一個人的帳篷 然後就 背著整個裝備 跟我最後兩個朋友 一起下去 那其實 即使在大峽谷生活一輩子的居民 都可能沒有 下去摸過科羅達多河本人 所以 我那個時候就想說 我在離開之前 我一定要 輕手摸到 切割這個壯麗大峽谷的 動力來源 這樣講有沒有很感動 給點掌聲好不好 然後 然後 我那個時候主管就問 主管就看到我 就是租這些裝備 然後 就用 然後 就說 你要去 你要去hiking啊 什麼的 然後 我那時候我就覺得很帥氣 我就說 That's why I choose to come to here 就是 這是我來這邊的美 就是覺得 很帥 我就是要來hiking的 然後 這個就是 Hikers Express 就是 專門給 要去hiking的人 開個轉車 大概是 三點就有 就有 這個